- participate in a new world... - 捧场 mark - 呼吸 - 牧羹 ludzie 来讲到童言俱语 来到那个什么 霹雳骄娃 你知道霹雳骄娃 apply 那个名字 就让我想到以前有什么 全罗 犬Huh? hel Van 什麽是? 全罗 全罗追忌令 不知道是不是被搞 人藝 全罗追忌令 赤裸羔羊吧 全裸追氣力 就是你每次都 你每次都會把這個東西扭曲成 一個那種 很奇怪的一個台詞 像是之前講桌上 桌上型女郎 沒有他就是講說舞娘 你知道嗎就是那個跳 鋼管然後他想一想 桌上型女郎 桌上型女郎是什麼 景品還是手辦 What the hell 就是應該是說他每次自創的那個詞啊 總是會讓我覺得很好笑 全裸追氣力聽起來好像是 那個台灣做的那種三級片 結果是赤裸高雅 還不是港片那種等級 是只有台製的那種三級片 你這個讓我想到以前 李力群跟李國修在那邊講相聲 講一講然後就李國修在那邊講說 我聽過一部那個什麼很有名的那俄國小說 俄國作家寫的 俄國作家是誰 杜斯托拉古斯基啊 杜斯托也夫斯基啊 就在那邊念這樣子 搞了老半天兩個人其實都不熟這個作家 你沒念過這首這個小說啊 就是那個你看過嗎 有有有有看過《罪雨》 我小學的時候就看過啊 有看這麼厲害喔看封面而已啦 後來我在大學的時候再去開一次啊 封底 靠啊那沒看啊 你們可以去聽那個啊 這個真的超好笑 就兩個人在那邊一直胡說這樣子啊 對啊 而且他說哎 你就是後來他們到93年版的時候 還在那邊繼續繼續發展 你們沒有看過這小說啊 內容很悶耶 他說啊 就是講一個那個老人在大海上跟鯨魚搏鬥的故事啊 說幹嗎明明就不是那部不是就那不是那本小說的 好啦 OK 我要那個什麼段子講完 來講那個 焦娃 Charlis Angel 這個我好像在上上上上上個禮拜有講到一點 只是在講說美國那個境內對於那個什麼 比利焦娃的那個什麼 批判 批判 對就是那個時候就有人說這部電影就是應該是說 女導演伊麗莎白半克斯認為說那些美國那個什麼的男人都不喜歡 看女人拍的電影 然後那時候其實覺得聽到這句話覺得很有趣因為 他拍的動作片他動作片的本來主要觀眾女就是男生 好 來我來唸那個是我那個時候是 沒有看這部片啊 我只是單單純就這個效應然後覺得很奇怪那個訊息 得了一個反應 要去看 那個大俠去看大俠今天那個什麼 代表那個辦名書 好我來唸一下 由天才女導伊麗莎白班克斯所帶領的全新霹靂椒娃 包含克里斯丁史都華 娜歐蜜史考特及艾拉巴林斯卡 替傳送中建神龍建手不見尾的查理工作 這些天使們一直以來都為高端私人客戶提供 最隱密的頂級安全檢查和調查工作 而現在這個神秘的湯森組織 早已發展成一個勢力銳不可擋的跨國集團 在擁有全國 最聰明勇敢 且訓練系統 學訓練最 最系統 最系統最肩 最堅強的性感女力 這個這個這個 形容詞寫得很爛 什麼叫做最系統 這先遍佈全球的波斯利 依然帶著 波斯利 依然帶著 波斯利是那個什麼 叫他們的人 然後 依然帶著絕美焦娃們穿梭於世界各個角落 當一位年輕的系統工程師 吹響這個看似普通卻藏有機關的危險哨子時 這些各具獨特魅力且能聞善武的性感焦娃們 便會 即刻採取行動為了保護我們所有的人他們願意將自己的生命推向最前線啊 其實啊我剛剛在念這個劇情的時候我想到的是 那個什麼 王金所拍的一部片 性感特工 就是什麼 也是也是什麼羔羊 赤裸特工啊 還是Maggie Q眼的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 那部片真的是超級把女生給誤化 就是他們在訓練他們在那個什麼 就是去去那故事就是他們去那個孤兒院把所有的女生收羅來 然後在一個荒島訓練 這樣 然後有一個非常嚴厲的女生 一個女教官訓練 然後 最後呢這些女生就是脫穎而出的時候 然後請他們喝 吃吃一頓飯 然後就是那個什麼 酒宴 結果那個酒宴呢 結果那個酒裡面下了藥 然後就一群男人過來強姦 我才黑啊 意思就是說你們要破了處 然後你們才可以 出關 你知道 然後我那一段就覺得 幹這一段超級 根本就是男生在那邊 想要看女生的那種 那種那種 那種三級片片段 然後就是幾個男人 一邊那個露女生 然後還互相擊掌 這樣子 幹 我那一段其實看的超級不舒服 可是又覺得說 好啦好香艷喔 Maggie Q眼 你知道 就有那種感覺 你知道 好吧 來那個時候 講完了那麼那麼那麼大男人主義的 山寨版霹靂交娃之後 來那個時候 大俠請看 請來那個時候 講一下那個女性主義的霹靂交娃 但我記得那個其實上一個版本卡麥隆迪雅跟出來 那個版本其實這邊大家都有看過吧 有有有有 有看過 對 那個版本 其實某些程度上也算有點但比較男性主義的騙子 對 尤其是那個 卡麥隆帝跟作為巴倫 我都有稍微小小賣肉一下 但沒有像剛剛講那個赤裸特工那麼 沒有 赤裸武器 他叫赤裸武器 赤裸武器其實是非常悲情 因為那個故事就是很明顯 在講說 那個幾個女的就逃不出去 所以有幾個人就開始 背叛了 然後那個 於是姐妹就突然間要那個什麼 互相打對方 這樣子 然後大家一邊打對方一直在想說他們好像就是被控制啊然後逃不出去啊怎麼可能怎麼這樣子之類然後其他男生都可能都控制不了他們這樣子 對 那來這個 嬌娃 對 上一個版本就是那個麥可居嘛麥可居就是拍了 X戰警 不是不是 麥可居沒有沒有拍過 他有拍魔鬼終結者 對 他就拍魔鬼終結第四集了 他那時候麥可居那時候拍法是 就是把他拍成那個瘋狂喜劇啦 所以裡面有些比較大男生性的東西的話其實都是 比較像王金那種等級啦 就王金那種等級開開女生的那種笑笑笑賣肉讓男生開心一下 對 這樣子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 那時候看完其實還覺得 還 其實 我那時候是不討厭啦 就覺得說 這是 騙子 看完 無腦開開心心就好了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有個特點 那時候剛好就是卡麥龍迪亞跟蘇羅巴利摩他們的那個全盛起 卡麥龍迪亞在那部片真的超正的 卡麥龍迪亞在那部片完全是 就是他是 整個的 他他基本上是十隻主角 就是他在裡面 就是灑白甜到一個極點 裡面我印象最深刻是他早上醒來跳舞 早上醒來跳舞就是那種 真的在做很無聊的事喔 然後做無聊的事的時候看看一看然後就 就很高興然後出去然後這樣跳出去然後 那個外面正好有那個什麼人送信來然後就 覺得他超性感的然後那個男女生就還很不以為意的就是那種很 其實是那種很A片的那種劇情 男生過來然後看到細感女生然後細感女生對你拋個媚眼 然後 但是也沒有對你做什麼啦因為真的做什麼那就真的A片了 對可是裡面的男生就真的是都很笨 就是那個我覺得PT教法系列男 尤其是他早就當 當男主角 那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傻的一個人 都搞不清楚狀況然後女生比男生還聰明的那種 對啊 對 但其實PT教法 他 從雖然說我們是剛才說那個麥克雞系列的 稍微已經 還是有點肖肖大男人 但基本上PT教法 他一貫的主旨是 就是女生 他們是以女性為主的影集 從影集時代 百七年代到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一直有個很 中心的主題就是 女生要互相幫助自立自強 成為一個強烈的集體 這樣子 然後 雖然說那個 所以說雖然說他們主要 那個上一部的電影都還是有點那個大男人情節 大男人的玩笑在裡面 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是以三個女孩 為主體 互相幫助 稍微有一點點帶有女性力量故事 雖然最後總體是被 是那個男性的開玩笑那種 來為他們服 但 終究喔 至少表面上 還是三個女生為主體 那 目前 這次新的這個版本 首先那個 他其實 很明顯就是 有孫英現在的那種 政治正確潮流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他的確加強了 這種那個女生特別自立的 這概念在裡面 而總體而言呢 那個 我可以直接講了 這 這個女生版PT叫吧 大概是一個雞腿便當給我的感覺 雞腿便當 可是你上次講到那個什麼 猛毒 猛毒 你不是說也是一個雞腿便當嗎 對 猛毒是排骨便當 排骨便當 他肉比較 也就是說這個賣肉賣比較多的意思 就排骨便當跟雞腿便當 這麼會說 所以大體上 應該這麼說 就是PT叫吧 其實 他雖然那個 那個女力 關於這種 Girls power 女力方面 他有 自己的 一些 比較特別的見解 但 這部片的 基本上 其實還是蠻公式化的啦 就是我們又可以吃到很熟悉的炸雞腿 對 然後 我們那個 又可以吃到很熟悉的 那個 炒空心菜 然後我們又可以吃到很熟悉的 白飯 還有很熟悉的高麗菜 你一個 你一個 你對一個 所謂的好萊塢 那種動作片 一個好萊塢動作片的想像 他大概會發生什麼事情 劇情大概會怎麼走 他其實大部分都不脫 那個層面 他這部片 你甚至那個你想到那種好萊塢那種 那種女生諜報動作片那種老套 他也有 他也有 但他比較 值得一提的是他幾個小配材 像我剛才提到說 那種女力 女力泡額裡面 像這 這一集 他其實 有些有特別突出來說那種 男生女生對抗 像我們說卡麥隆迪亞那一集 男生就是笨笨的嘛 所以會被女生打倒 然後這一集他一開始就有提出 就有很明顯的提出說 在職場上啊 那種男性啊 會對女性啊 性騷擾啊 然後男性啊 會不聽女生講話啊 然後 其實在那種國際那種商業場合啊 男生也都是 把女生當成那種 某種那種 玩過就可以丟了獵物 那樣子 他有他有把這一層東西 先帶出來了 然後呢 第二點呢 是他在角色的設計上 他稍微有一點趣味在裡面 像 像那個我們說卡麥隆迪亞就是 符合那種 男生想像的撒白天嘛 然後這一次 克里斯林斯都華的 角色他是一個 很有個性的 轉法 個性美 他超有個性的 他 他 就是 我自己看完這部片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 克里斯林斯都華在裡面那個角色 他 就是很有個性而美 可是他 怎麼騙其他都在講一些很奇怪的垃圾話 跟他以前那個演什麼目光女啊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是 就是一個 超級酷妹 看完 我不討厭他 我反而覺得 這傢伙 怪的很有歌心的 感覺是我的菜 哈哈哈 對對對 然後 第三點是 這部片 這部片那個派缺克史杜華 又出現了 對 他在裡面怎麼講呢 這樣講不知道會不會爆雷啦 其實你可以爆雷 因為我覺得我看要看他可能也是兩年後的事情 應該說啦 反正 他這部片其實 雖然說很公式化 但他最後努力有 集成說 一群 一群 有自力 有自信 有想法的女性 對抗所謂的 老舊男性 霸權主司 那種感覺 可以看到說 這部片的壞人 都是所謂的 男性的缺點 所結合在一起的家伙 他這部片 這部片最後 最後有試圖 達成這樣的構圖 而且 這部片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我看文師考的時候才發現 他其實 雖然說是動作片 但他極力的避免某些 奇怪的暴力的場面 因為暴力其實是 很多男生很喜歡看到的東西 這部片有飛車有追逐 有時候也會殺些人 但其實這部片我覺得拍的最好的地方 是他中間有一場戲 他中間有一場戲 他們是要變裝潛入 其中一位女主角的公司 他們要全部帶馬桶 馬桶罩頭 他們要三個人一起帶著 某個奇怪的馬桶罩頭 潛入到一家公司 那場戲其實拍得很好 那場戲沒什麼動作的場面 可是他們就是 要帶著假髮 進去那個公司 利用自己的優勢 來騙到很多人 然後把東西拿出來 那一場戲拍得不錯 那一場戲 讓我覺得說 這部片 有認真拍 不是那種隨便拍 拍 套則女性主義 就可以拿來騙錢 那種片 最後片其實有認真拍 至少在那一段 那一段其實我覺得 拍得還蠻出色的 我希望大家如果對這部片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 仔細看那一段 那一場戲的設計 那一場戲 沒什麼動作戲 就是單純一個計謀戲 但他那部 那段拍得很好 要不要提示一下是怎麼個好法呢 或是讓你眼睛一亮 他整個節奏 然後計謀 我不敢說計謀有多厲害 他整個節奏 場面調度 其實 而且他的創意其實 編得還不錯 我不敢說是什麼 超級厲害的 但我 但是我看完就覺得說 這部片 這個地方有用心在做 是 雖然說他的 其他的動作場面 可能這真的是 他有故意客製 或是導演 他其實並不擅長 拍動作戲怎麼樣 我覺得他最後片動作戲 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那一場戲 真的其實拍得還不錯 那種潛入戲 我有把那種 所謂的 碟爆片 那種 裡面進去偵查 那種趣味感給拍出來 而且複雜度也有 深度也有 其實 可以看看 你看 Right OK 然後 但我某些程度上啦 這部片在美國 不受到矚目 某些程度上可能是因為 這部片的三大主角 他們的明星魅力可能並沒有 像當時卡麥隆迪亞 或是說 那巴黎摩那麼大的 像這裡面那個 只有克里斯丁 史杜華也比較有名嘛 其他兩位其實都稍微 比較偏弱一點 然後再接下來是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真的有在懷疑說 美國或許真的 有一批那種很保守主義的人 看到那種 女性為主的電影就會 真的就像那種 他們攻擊星戰八 星戰九一樣 他們也是這樣一起 集體這樣子冒出來 然後集體去攻擊一部片 讓這部片 獲得票房 票房私利 我真的看完這部片的 我覺得這部片品質其實還不錯 他應該要有一個 至少雖然我不敢說他是 多厲害多棒片但他 至少應該要有一個 一般動作片要有的成績 而不是說好像現在 現在這樣的 這樣整個爆掉了 所以我才懷疑說 或許美國真的是有 一股那種所謂的保守私利 一直在 看 把自己看不爽的片子 就一直這樣大量攻擊 我現在覺得應該是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可能也跟你剛剛講的 就是最近有不少 片子就打著 女性主義的名號 然後呢 只是找 女生來演 然後呢 就 就這樣就被推出來 然後可能 我在猜應該有不少觀眾 對於這種 現象 不是很滿意 所以到了後來 有這種 什麼 什麼女生版的啦 或是 以女生為主角 然後用女性主義號召的 他們可能就會 不開心 或者說就是會覺得 啊你這樣還是爛片 我覺得應該有 不少甚至我覺得我可能 自己多多少少也會 偶爾就會覺得 欸這部片 啊就是 以女性為主角這樣子 就可以推出來要 要騙錢了 那一定不會是好騙 我覺得可能 這也是有 就是變成說這種 女性主義掛帥的東西 已經變成一個 爛蘋果的標誌了 這樣子 大家一聽到這個就會 下意識的 就是 覺得說啊 這個 這其實 我覺得可以要 這可以研究一下 但 我目前是 因為 自從 像我上週也講過嘛 我就是 一直搞不懂 一些批評 新戰八 尤其是 批評那個 亞洲主角 那些 言論到底是從哪裡跑出來的 所以我一直很懷疑 就是真的是有那種 所謂的保守勢力 他們是完全不會管說 片子的品質怎樣 只要 片子裡面有任何他們 看不爽的元素 他們可能就會 直接在網路上大量攻擊 什麼的 這也是有可能的 像陳佑你剛才講 那也其實也是有什麼 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現在比較擔心 就是 這個狀況 這畢竟對整個網路世界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總而言之就是 他還不錯 然後覺得 還OK啦 覺得那個什麼 有點 那個什麼 可能覺得有點 目前的批判 好像有點過頭 那你覺得是貓過頭呢 還是那個 霹靂夾娃過頭 我覺得那個 我可以理解一些罵貓的人 他們可能 真的覺得很奇怪 像我覺得霹靂夾娃可能 真的就是 可能真的是 受到某些惡意的攻擊 也不一定要 當然 也不是 或許貓在某一天會成為某種特別的 靠騙之類的 或許那個 有一天那個會有的一批人天天看著貓在打手槍也不一定 對或許會有的 古木齊兵的票房很高耶 古木齊兵你是說新的古木齊兵還是那個 我記得新的古木齊兵票房不算特別好 對 新的 就是反而是當然是安傑尼亞球印那個時候其實票房當然是 還不錯 因為我看他有兩億的 有嗎 他 可是他花了一億多拍 然後最後 那是不太好 因為因為通常這種的算是 差強人 就至少要差不多要到三倍左右 會是 一部就是好的 比如說像兩億的 兩億的那種那個時候 電影 可能要到五億 這樣人家可能才會覺得說還勉強 對 那一億的東西那可能至少要三 三億左右 那比如說 像那個什麼 最近投資報酬率最高當然就小蟲 但是那種有點太太嚇人了 那個是有一點 反常的狀態 但是像那種比較 我們拿那個什麼愛狗殺手系列 愛狗殺手系列其實第1集也是 他賣他是賣1億多 但是他基本上只有2000萬美金 他是投資報酬率就很高 然後那個他的第2集啊 也只有6000萬而已 然後賣到大概三四 等一下我應該要查一下 對 愛狗殺手 因為我當時在寫3第3集的時候我都有去查了一下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什麼 他不會任務的 等一下 他不會任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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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萬票房然後1.7 1.7億 然後捍衛任務3呢 那個 7500萬票房 然後1.7億 1.7億 對然後捍衛任務3呢 然後捍衛任務3呢 那個 5倍喔 差不多 差不多5倍的票房 這種的才是 可怕的一個 投資報酬率 如果他是花1億 然後他只賺2億 是不太高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其實我真心覺得李安搞不好很適合拍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真人版 要不然拍鋼彈系列也是個不錯的題材啦 啊 為何會被捍衛 親父にも撃たれた事ないのに 這件事 這件事 我再喋 失礼致します お子様を僅かす 這件事 聖明 お前だって軍人になったんだろうが まだ僕には